一名刘姓女子民国93年兼赴日本运毒遭歹,服刑12年后全返回台,逝林地院审理后判决免刑。分享一名刘姓女子民国93年兼赴日本运毒遭歹,服刑12年后全返回台,逝林地院审理后,依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判处刘女14年徒刑,但因刘女已在日服刑判决免刑。 台湾逝林地方法院判决书指出,刑法第九条规定统一行为虽今外国裁判确定我国人得以追溯,但已在外国受刑,得免除全部或部分刑罚。考量14年徒刑与日本的12年徒刑大致相当,因此预知刘女免除全部刑罚。 判决书指出,刘姓女子曾因运输贩卖毒品遭判刑八年,假释出遇人不知悔改加入运毒集团。 民国九十三年间,运毒集团成员自香港以货轮交九十九,二十六公斤甲基安非他命走私至日本恒滨,安排刘女前往提领。 刘姓女子接获指示之身前往日本赴恒滨港一号码头保税区域提领货柜,遭恒滨海关发现有意查获。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处刘女十二年徒刑,上诉后由东京高等法院驳回定验,刘女随后入监执行,一百零五年服刑期满遭遣返回台。 刘姓女子反胎随即被移送法办,称审何一廷考量刘女坦诚不惠,并审着毒品严重危害社会,刘女运输毒品数量膛大,不宜轻纵,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判刑十四年。 但何一廷认为,刘姓女子已在日本受审,复刑十二年,应已获得相当的报应与脚趾,且本件犯罪的行为地,结果的都不在台湾境内,并未实质损及我国法律威信,因无再令刘女受罚,以维护我国法律秩序尊严的必要,依法御之免刑。